小老板 出事了 小老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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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排列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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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你们赶紧过来吧 抱歉 我们尽力了 好 哥 你不是说北极燕鸥不会停吗 你骗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石小念 你不会还没起床吧 现在都几点了 几点了 几点了 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 才十二点四十 我不是两点钟面试吗 感叹 我在睡会儿了 什么感叹 今天周六难得几位老师都有口 我命令你带他们吃完饭吃前赶到 我现在就起来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我现在就吃饭了 就给我视频头 五分钟几点 我不用穿衣服 给你帮助我也啊 你现在马上穿衣服 十位家父 出现在我面前 我知道了 小娃娃 我刚才你叫的车 你是不是快到门口了 姐姐 哎呀 知道了 小娃娃 我先忘了啊 不说了 拜拜 我走了 石小姐 请辆车吧 这么高档的车啊 黄总编 石小念 很快 立马 马上 就 就到了 前面就是工先生书房了 他在里面等你 一个人啊 丸子不是说一堆评审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今天请您过来的是恩义科技的副总裁 龚欧龚先生 恩义科技 总裁 哎 你们搞错了 我是来参加审稿会的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还有事呢 我得赶紧回去 石小念 工工先生等您很久了 什么欧 出我管他是谁呢 我有事 我得走了 终于见面了 石小念 好 那个 我大概明白情况 是那个小丸子给我叫了一个车 在楼下 你们正好也在楼下等人 我就误会了 是上了你们的车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既没接到人 我也耽误事了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个漫画审考会 打扰 我现在就先走了 我真的要先走了 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 你要不然派个车 或者你开车送我去初板上 行吗 我不用了 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 你跟公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跟公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再问一遍 你跟公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以字不落地告诉我 在我这儿 你休想瞒出任何事 你说的是什么公寓 我一点都不认识他 你跟公寓之间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 你别走啊 你什么情况 你回来 人呢 门呢 石小念 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二百两银子 这辈子你这么折腾我 这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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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总 是咱不好意思 我没拿沐的 他不在啊 你带我走 你是石小念的朋友吧 你来这儿干嘛呀 我告诉你 我忍石小念已经够久了 我什么都可以包容 但请他不要再来打扰千初了好吗 你还好意思说包容 说话强不讲良心啊 明明就是你 我狂言死我 我马上就再拿出去 你别来我 我这边走啊 石小姐 我们不是无凭无据就把你找过来的 我劝你现在稳定一下情绪 调整一下思路 尤其是两个月前 你那段时间的经历 三月二十号 爸 妈 为什么损我在房间里啊 新竹眼睛拆纱布 我得去陪他呀 开门了爸 开门了 爸 千初 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 我叫石迪 我想起来了 三月二十号那天 我被关在家里 哪儿也没去 证据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 我都说了 跟这事没关系 别再递我了 我还有重要的事 你把头头都关起来 我身上有什么意义啊 但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你这真正好 你这什么念呀 你 放过了充论会 我知道 还遇到你这么一个大头头 你这瞧吧 对呀 我想起来的时候 特别冲击 也有气 有这么大玩儿 晓鸥 你我你哥 咱们三个创业这么多年 这些道理我当然都懂 只是现在 医症处在一个危机时刻 所以我在想 对于产品的要求 是不是 可以降低一点点 绝对不行 恩义的立足根本就是 对产品的保证 如果这个都保证不了 恩义就真的危险了 好 我去跟大家沟通 再坚持一下 都会合起来的 行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 随时给我打电话 注意身体 小念 这怎么办呀小老板 怎么办啊 把她找回来啊 怕一个女孩子在大晚上 跑去山里万一出出麻烦怎么办了 快 找人去 来 小迪 你还记得曾经 陪我看过的每一场出血吗 我当时看不见 你说我会做我的眼睛 没关系啊千初 我可以做你一辈子的眼睛 我可以帮你感受四季 美少女战士答应沐千初 沐千初也答应美少女战士 等我长大了 我要在最美的大学里向你成婚 这 小弟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 Rat 洁 潜 潜 潜 Wert 你愿意嫌给我吗 愿意 志小姐 想跑 你就想这么一跑了之了 你也太瞧瞧我跟欧了吧 这个噩梦怎么还没醒啊 打磨头到底什么时候才消失 施小姐 我现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就这么对我 救命恩人 我让你找我了吗 我求你了吗 你把我防守在那个房间 我跑都跑不出来 我知道你是好人坏人 我不跑 那你对我欲行不轨怎么办啊 欲行不轨 麻烦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这房子 我对女人的口味可没这么重 你如果没什么事了 就收拾收拾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跟你继续核实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完了 我的神课会彻底结束了 我这漫画也出版不了了 就是怪你 你为什么非得在昨天那么重要的捷骨眼上耽误我呀 非得问我什么公寓的事 我这损失你根本都背参不起 还有精神损失费 那我回去一起找你算总账 算总账 好啊 那我现在就好好跟你算议一账 我请来的专业医疗团队一批钱的酬劳 你先结了吧 愁了 这么好的 给你就给你 但是我得分期付款 没有现金 两年二十四个月没有利息可以吗 我还没说完呢 正常的价格你是知道的 但昨天是在夜里 答复的 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呢 我还就没有工作了 张老师你干吗找我呀 我在山北里待着睡也就挺好的 是你自己来找的 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 不该说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应该回家了 周小姐 其实从打一开始我就没想到你怎么样了 只要你如实地告诉我 三月二十号那天从凌晨到夜里 你去干什么 见了什么人 你随时可以离开 三月二十号 三月二十号那天 我就待在自己家里 待在房间里一天 哪儿也没去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不要敷衍我 你看我不说你怀疑我 我说了你还怀疑我 这些问题你都问过了 我就隔了一天 在山林里待一宿 我也照样不知道 要不这样吧 你把你的医护团队找回来吧 你告诉他们我很好我没事 你看我多健康还活不乱跳的 医生 送客 送客 放我走了 走啊 千初 千初 木千初 哦 总算出来了 书小姐 我们这次请您来嘛 确实很冒失 这阴差阳错呢 差点稳定至于危险的处境 哦 除了错过初审会也有点可惜 其他的倒还好了 还有你们那公欧 那太暴力了 他哥哥公寓是不是也跟他一个脾气啊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石小姐 我们大老板人非常好的 对我们这些属下特别照顾 他们俩兄弟感情很深 大老板出事之后 这小老板就一直走不出来了 我想啊 这早上还好多段出门离人 到第二天就阴阳两阁了 这件事对小老板的打击特别大 其实小老板这个人啊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偏执 但本心很善良 你看你昨晚跑去山林 他第一时间就去救你 生怕你出什么事 是吗 没关系 的确没什么事 大家也是误会一场 我不会太计较的 石小念 你这个白耳朗 这一天你到底去哪儿了 石小念啊 电话空间家里没人 你知不知道我把事业找你 真的是吓死我了 喂 妈 石小念的电话你打通了没有 小念电话一直打不通 小迪 你别着急 要不晚上我再试试 喂 爸 小念啊 你在哪儿啊 你妈她 她她刚才有点喘 我妈笑船病又犯了 我知道了 那我这就回去啊 爸 孩子他妈小念回来了 那个 我笑船好多了 只是 妈想见见你 小迪 小迪 我从小到大处处向着你 嗯 因为你是我妹妹 可是在千初这件事上 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我会让她知道 从小到大一直陪在她身边 那个人是我不是你 好啊 你现在去告诉她呀 你去跟她说呀 你跟她说呀 你看她相信不相信你 你 不记得又怎么样 千初还不是跟我求婚了 说 哎 小老板 我一直跟着呢 石小姐回去之后啊 先是见了自己的泽编孙杰平 然后回并户社去见了父母 又是没有价值的线索 我查到了 石小姐提到的沐千初 昨天晚上 刚刚跟女演员石笛求婚成功 而这个石笛呀 是石小姐同父异母的妹妹 相传 石笛是因为一直陪伴在世明时期的沐千初 所以两个人日久生情 石笛和沐千初 有意思啊 石小念现在在哪儿 啊 石小姐从病户社区出来之后 这个情绪一直不大对劲 现在在程西小吃街的日料店里呢 她倒挺悠閒的 您好 请问两位想吃点什么 一份烤鸡皮 一份烤鸡皮 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的 这么喜欢吃烤鸡皮 烤鸡皮怎么了 烤鸡皮很香啊 烤鸡皮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要进婚的时候 小姐有跟你说吗 要给和你完全 摇手就收全部 可誓言太潦草 领悟太藏促 那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因缘孤单 我辜负 你是她姐姐 我们也很想得到你的祝福 我没法祝福你 我先出去一下 说话出去好好想想 你到底挺悠闲啊 不能进去 放开我 放开我 干吗 不能进去 很严科技的公屋 看来是小弟想多了 放说 你和沐迁出是什么关系 要你管 所以就是你接近沐迁出不成功 就开始转移目标 勾引公寓了是吗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根本没有勾引公寓 那你勾引沐迁出是为了什么 钱 继承权 我都说过了 我根本没有勾引迁出 我对你们的感情不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你接近公寓的目的 是想交换什么 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根本不存在的事 我给你什么真相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意思呀 我根本都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公寓 你在逃避什么 我逃避什么了 你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也给不了你啊 我现在无论说什么 你都已经有既定的答案了对吗 我不会错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断定 一口咬死我和公寓有关系呢 米生也说有证据 你们的证据在哪里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米生 听到没 还在言 来 你继续编 我听着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对自己杜撰出来的剧情深信不疑 你又何必问我 还有什么等价交换 你那个公寓有多大能带 值得我去等价交换啊 再叫我哥名字是谁 再说一遍 怎么了 米生 咱们走 去她家看看 米生 续把她的相册日记都给我翻出来 还有个人主页之类的 一个都不要乱声 肖老人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女孩 随便 翻去 我倒是想看看能翻出来什么 我现在很饿 我要吃东西 你站着干吗 快去啊 你在干吗 顶完卖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听不腻 我都说腻了 嘴皮子都磨破了 我不认识公寓 我也证明不了我自己 您慢着 你要是高兴呢 你把我这房子插了都无所谓 你插了以后 顺便把文艺给处理了 正好我还赔不起你这赔偿金 你放心 没有人会找我的 也担不了官司了 你随便 你随便 行 我这一天肚子都快饿死了 那我有力气了 你在那儿收拾我 石小姐可真是狗居 敢跟小老板对着干 真赢 好 喂 什么 你确定吗 放了什么 差点 差点 就实了 虽然三月二十号 石小年在那儿 确实没有这么白程式 但三月二十一号 她曾经独自一人出现在牧柴附近 一调查下那个牧千初 不仅她本人 牧师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 包括那个未婚妻 都给我试个调查 是 那 石小姐呢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你先去调查清楚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别冲减她 你去吧 好 没有问题 真没出息 被欺负了就只知道哭 真蠢 你得炙得要跟我抢 我饿了 好 吃饭喽 这是昨天剩下的米饭 外婆觉得扔掉可惜 只有用一个鸡蛋 重新炒了一下 或许爸爸妈妈说 不能吃食 就算顺畅 哎呀好舒服 怎么管她 好舒服啊 吃饭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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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千初 是你喜欢的人吗 关你什么事 你去制造点商业丑闻 等他们企业股价大跌 就收购他 你说什么呢 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 你不是不想让他们订婚吗 我就不信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还有心情订婚 要我说啊 你就是太蠢了 都被欺负成这样 就只会躲在厨房里头 真的是蠢到家 你干吗 你说我蠢 别吃蠢人的饭哪 不就是一碗炒饭吗 至于这么小气吗 是这碗炒饭贵 还是我花钱救你贵 别忘了 十万元 你一分钱都没还我 你冲我喊什么 还钱啊 既然你没有能力还我钱 那就乖乖地把饭给我 不给 不给不给 拿过来 拿过来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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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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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去 出去 识笑也去脾气啊 吃了点过火 把这个手机给石小年 就说是我赔给他 你怎么又回来了 石小姐别生气 我是奉门来送手机的 送完我就走 这是龚先生给你的 他说弄坏脸的手机 感觉十分愧疚 请您一定要接受他的赔罪 我不要 龚先生还说了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回去之后 他会打死你 然后派公司员工每天过来送 要是你还不接受的话 他就亲自过来送 直到你接受为止 我来送手 等一下 咱们 道迅 咱们 好的 咱们 好 咱们 好 咱们 来来来 怎么会是真的呢 石小念啊 石小念 你果然是一个没出息的女人 恩义手机的项目研发负责人都有谁 怎么了 有人吗 你们向我保证 要为N1打造出全球最安全的手机系统 然而呢 你们做的系统 找出漏洞并破解成功 我只用个十分钟 十分钟啊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既然你们连漏洞都发现不了 我也就更不用指望你们修复漏洞 自己辞职吧 比其他人 在我没有找到任何纰漏之前 你们还有时间完善 你修复了 同时 你们修复了 我产生一点 我会不准备 弃整体 他们已有什么 珍费如何 人家有一个 我说 不論是 买 你 这件事情真的够不上威胁 三人 大家都知道 您天赋一品 虽然可以破解心 但如果让您来修复的话 我相信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 天衣风暴 有点意思 那不如我们就赌一下 如果三天之内我把手机修复好 而且在座的各位 都找不出任何毛病的话 这滚蛋 这滚蛋 您输了 如果我输了 恩义的总裁 你来做 来 拍摄 再会 来 来 好 来 行 来 去 这个石小姐是不眠不休 每分钟都在刷新吧 这个女人 真的是 第一个愿望 希望有一天 你的眼睛都好起来 我们一起去日记党 看世界上最美的日出 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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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改 您看 这个得改 得改 那您说得改成什么样的呀 男主角嘛 还行 这个女主角得改成那种 特漂亮的大明星 女演员嘛 就这样吧 这个漫画 我先收回了 本来我也没打算再出版的 正好留作纪念 石小姐 龚先生想请您去一趟 这个女人怎么够呢 不是你让她来做饭的吗 有点儿不太丢劲啊 你是不是觉得啊 石小姐这次过来 不挣扎不反抗 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还一副宜然自得的样子 很奇怪 是不是 我刚刚接上石小姐的时候吧 她刚从出版社出来 刚刚陪她编辑逛的时候 听说她之前 一直想出版的漫画暂时搁置了 加上她妹妹之前订婚的时候 可能精神不太正常吧 蠢啊 不用管她了 什么百败的 根据辞职数据的用途反馈 这部手机的后台 很容易被人为的操控 使用者的搜索数据 基本上会包包给后台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样的手机外流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的品牌信誉有影响 这部手机 已经被我拿过来 当做样品进行测试了 你放心吧 好 明白 那行 那你先忙 我回去了 这就是你说的 那最后一部手机对吧 手机蛋炒饭拿去吃吧 这 我 我 站住 我要回去了 没有车 你回得去 我走回去 你认路吗 我 我就算迷路了 我也不想跟你这个变态偷窥狂 待在一起 我不是变态偷窥狂 我那只 你那是什么 好心给我手机按数据监测 我说我手机最近失灵 搜索已经崩溃 全都是你搞的鬼吧 在背后监视 偷窥别人隐私 是不是特别有趣啊 你这闺蜜啊 真厉害 你瞎说什么 看着你明明因为他们订婚 难过得不行 却只敢躲在家里面 搜花边新闻 非常有趣 你 你别当总裁了 浪费你天赋了 你去 你去教演队 专门看监控录像 全程都在你的掌控中 岂不是更有人生乐趣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刚才把我家子算了 这样我还敬你干脆利落 你这算什么 在背后偷快别人隐私 这让人瞧不起 你为了逃避他们订婚的现实 却只敢躲在家里面 打鸡蛋炒冷饭 就被人瞧得起了 你搞没搞错 是你让我来 给你打鸡蛋炒冷饭的 你更让人瞧不起 王仔 我 我在看 看过了没 咱们走 看过了点 女生 看着我的 看着我的 目前出的订婚情节 还在吗 还在那是吗 给他们付信 是我们参加的 啊 去吧 爸 姐 这怎么回事儿 你订的时间 跟恩义的发布会撞了 我就让他们往后挪了一下 还是同一天 不过是傍晚开始 这是我的订婚电力 他们怎么能说该就该 谁同意了 我同意的 爸 我 行了行了不说了 就这么订了 十块 需要袋子吗 不要 谢谢 四包方面十五元 十五块 来 你到底买了买 我还有事儿呢 我先来 老天爷 你是要逼死我吗 早上好 这是你的新手机 石小姐 石小姐 您现在连反应都没有了 该不会是傻了吧 你和孙洁平 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一个说我死了 一个说我傻了 说吧 带我要去哪儿啊 我可是看在你 给我解围的份上 还勉强答应上车的 石小姐您知道吧 今天是我们恩义手机的 新款发布会 嗯 我们小老板啊 是要请您去做庆功宴的 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今天的庆功宴 请您做一百人份的蛋炒饭 一百份 我是不会做的 你送我回去吧 石小姐 您不能走啊 我们这时间有限啊 喂 小老板 你不做也可以 但是我今天 只吃你做的蛋炒饭 在场的都是公司请来的专业厨师 各个厨艺精湛 认真负责 但如果他们今天因为你的缘故 被传出去 说连一道蛋炒饭都做不好 影响了名声 那么 你以为我怕你啊 我是不会妥协的 那好啊 米生 今天就先这样 既然我想要的蛋炒饭 没人做得了 所以恩义的发布会 就取消掉餐饮这个环节 让大家都饿着肚子吧 石小姐 不就是做个蛋炒饭吗 石小姐 如果您真不会的话 我们可以帮您悄悄做好 你就说自己做的不就得了吗 这是我刚找到的工作呀 石小姐 石小姐麻烦您了 求求您了 石小姐真的是麻烦您了 石小姐求求您了 石小姐求求您了 石小姐 小姐的发展非常好奇 那么对于这款手机的功能 又会有怎样的延伸呢 下面啊 就让我们请出 万众期待的 恩义科技集团的副总裁 龚翁先生 大家掌声欢迎 公警还没有合了 还有这个 来 快快来一下 妈 石小店这儿是不是有个疤呀 就是我陪她 去买礼服看见的 但我没看清 对 你姐姐啊 设有条巴 就在这儿 这地方有一道很深的 什么人弄的呀 大概是十五六岁 那时候啊 她老跟前厨出去 有一天 小念回来 特别难受的样子 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就跟我说 是给热锅又给烫的 当时我好紧张 我把她把她衣服打开一看 都化浓了 所以 我就带她到医院里去治疗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不是 不是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既然石小姐醒了 那待会儿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带她去梳洗打扮 好 夏老板 谁要梳洗打扮呀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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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好了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以前我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平 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但是今天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小爹 我会用我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去爱你 从现在开始 让我来守护你 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 谢谢 你们本人的哪是谁啊 她不是谁啊 她怎么在干吗呀 就是 这世界很困难的 真是真无法 你她不是谁啊 是 晓妮 你到底要干吗 对了 二位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迟到了 打扰了二位的订婚典礼 你们继续 我们俩随意坐就好 没关系 公共请多坐 好 对了 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大礼 来送给二位 你说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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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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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炒饭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 公欧 你是故意的吧 哪方面 这位天生利益 我这一身衣服 还有后面那车淡炒饭 全都是你设计的吧 全是 知书达理 落落大号 啊 对了 你的身杀 好像缺了点什么 她非常努力 目前在西风实际上 我刚好下来 把你戴上 我不用了 两个人 囊采女帽 致情相当 致情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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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就不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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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你真想看起来舒服多了 耳钉 来 你戴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戴 要不然你肯定给我耳朵冲个洞 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下次啊 就让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参加电影 看你还敢不敢停载 这个男孩子 是你现在的男朋友啊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他是公欧 公欧 我有印象 最近好老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过他 公欧 公欧 是吗 长得不错不错 刚才我看见啊 他跟你戴项链的那样子 细心的 你们俩到什么阶段了 妈 爸 你们别误会 跟他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呢 我和公欧 和我等了 叔叔 阿姨 小公好啊 那个 我们是小念的父母 我爸 我妈 小公啊 你好 你好啊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来 加个微信吧 爸 我找你啊 好 那个 我水喝多了 我要上个厕所 我爸妈 我先走了 你不走吗 小公啊 阿姨告诉你一个秘密 来 我们家小念啊 这要是紧张 就准上洗手间 别说了 没关系 来来来来来 拍点照片 热情 不用跑 他们没有追过来 谢谢你 帮我解围 你别误会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在帮自己和小迪解围 我只希望你还记得 小迪是你的名字 倩初 在这边一起 我们就划清艰辛 石小念 小迪 我好心好意 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 你在干嘛 从我的身边抢走了什么 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你放过我吧 从小是我和千初在一起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小姐 是谁在自欺欺人啊 石笛小姐在这里上演 家庭轮领剧的戏码 可怕是不太合适吧 龚总这是来英雄救美了呀 我们之间的家事 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吧 石小念是我教过来的 你们俩这么为难她欺负她 问过我了吗 关你什么事 看别人家笑话有意思吗 我乐意 师弟啊 你把石小念叫过来 参加你自己的婚礼 你觉得很聪明很高明 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我送你一句话 戏过了 只会让人家更加讨厌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过去你跟石小念之间 有什么恩怨纠葛我不管 但是从今天起 你再敢为难她 我同样让你试不了兜之间 龚先生 你把话说清楚 小迪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这样含糊其词的话 恐怕不太合适吧 我不是我是大提醒的 芊出 别来跟他们说了 有记者在 你到底是干什么干的 非要看我全家笑话 你别误会 我只是单纯看你那个妹妹不爽 你有的时候做事还挺奇怪的 跟看上去不太一样 你不要想太多啊 我在你心目中还依然是那个 爱欺负人的管兽 我也不想在你心目中留下什么好影响 换句话说 不要以为我在你父母面前应和了两句 你就想对我产生什么非分之下 你在我这儿没可能 对了 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道德感 伦理感 不要总是缠织你那个妹夫不放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 我才是前出的女朋友 谎话说多了别人不行 你自己都打颤了了 你 还要你能不能换一身像样的形态 现在我站在你身边 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神经病 你说什么 我说话了吗 幻听 说话了 对了 对了 刚才你姐姐跟我说 我十六岁的年做手术的时候她生病了 她说是她让你代替她去照顾的我 这 对了 刚才你姐姐跟我说 我十六岁那年做手术的时候她生病了 你一定记得吧 千初 你是相信他不相信我是吗 当初那个烫伤的伤疤 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现在可以给你看 傻瓜 算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这个人是 刚才教训我一顿 现在又让米生把我给抓过来了 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八成就是有这么个分裂 脾气又不好 神经兮兮的 你在说什么 吓死我了你 我 我说 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 你看这天都这样了 咱们还能回去吗 怎么 你想留下来陪家人旅旅游啊 米生现在正在背车 你后悔还来得及 你 我不 我不后悔 晓鸥 妈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妈妈想你了呗 晓鸥啊 你听妈妈一句句 你回到英国好不好 爸爸妈妈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儿子 你理解一下妈妈的苦衷好吗 你回到英国发展事业 也都是一样的 妈 恩怡这家公司是我和我哥一手创办的 现在我哥不在了 我一定要保住他的事业 还有 我哥的死 警方初步断定是车祸 可是我觉得里面疑点重重 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线索性的人物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了 我再做其他的决定 真的能查出些什么吗 但是 但是 但是晓鸥我也担心你啊 妈 你相信我 好吧 既然你那么有把握 那妈妈就相信你 但你也要答应妈妈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事情 不要争强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扛 一定要告诉我们 妈妈 妈妈 妈妈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你早点休息吧 小老板 他们酒店这边通知说一会儿会下大雨 咱们晚上走的话 走高速 国道都不安全 所以他们这边建议说 岛上所有客人留宿一晚 这样明天早上还能看最著名的日出 只有石小剑那个傻子 才会念念不忘那个日出吧 我没错 原来不仅日出好看 连夏雨天也这么好看 赶紧去睡觉 小夕明天起不来把你丢在这里 你这个人真奇怪 好话不知好话讲 跟我顶嘴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然我现在把你丢进湖里面试一下 那我们还是去睡觉吧 去哪儿睡觉啊 这里是我的床 你的床不在这儿 床都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去我的房间睡觉了 想太多了你 我想多 你想的比我多得多 还是不一样了 蠢死了 日记到的日车可真美啊 你干什么 你干吗偷窥别人呢 今天早上的日出 是沐千初送给湿迪的订婚礼物 我劝你还是别看 我怕你看多了 伤眼 外加伤心 我没有很伤心 对我来说 千初完成了 陪她一起长大的女孩 她要信守的这个承诺 我这么想完以后 觉得她是一个掩耳有信的人 就不那么难过了 你干什么 你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秀恩爱 你找女人 哎呀 你哪个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果然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带我去沐千初的订婚典礼 我本来是不敢面对的 可是真正面对之后才发现 其实并不那么难放下 我决定开始试着放下过去 回去以后呢 好好地改一改我的漫画 开始新的事业 新的情感 新的生活 你啊 别自作多情 我带你去他的婚礼 纯属只是想看你的笑话 别误会 是是是 还不承认 反正你帮了我不少忙 无意也好 有意也好 我都是很感谢你的 颜控价格体系 集中资源对线上销售进行 签协复制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这来人过来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 上水预言 这次 好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不建议 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线上 我觉得才要出乎客户的这个线上 哥 不管你做什么 我多听你 你呀 就先做你的好孩子 这种往前冲的事呢 让我来 等我把江山都打好了 都会议 那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 大众也会对我们重视信心 大家加油 好 会议就这样 董总 好 今天就先这样 会议结束吧 时迪面前 我是他姐姐 签卓面前 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 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 我都改不了想第一时间冲过去 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 真是一个个都蠢到架了 谁要你们保护呀 你们连自己都保护不好的 小老板 上次我哥那个报废的车子 专家怎么说 对了 他给我发了一份那个事故报告 我发的邮箱了 汽车自动系统性能完好 排除人为和机器元素 路况和天气 会成为主要的事故原因 难道真的只是意外 但现场出现了 时想念的漫画副本 怎么解释 牟总 你找我 郭毅去世之后 恩义的实际管理者是谁 应该是陈白 据说公公现在很少在恩义露面 没什么特别重大的情况 他不怎么到公司 恩义没有了公寓 果然就是不行 这个公就是服务企的阿董 听说他们最近在做人工智能 你找人了解一下 进展到没有了 记住 不要伸张 了解一下即可 明白 我立刻去办 看到人工智能 没有其他的 谁 你老婆 他就知道 你们真是你 你真是什么 好 台湾 我该走了 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还挺麻烦的 放我回家吧 好不好 石小妍 这次是我请求你留下来 因为你是查清楚我哥哥车祸 唯一的线索 我答应过我妈了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我就放弃安逸 回到她的身边 但现在时机不成熟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放弃安逸 这不是你和你哥哥的心血吗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这里 都待些日子 我不是要求你 而是请求 是拜托 你能帮帮我 小迪 有件事情让我很困惑 你姐姐一直跟我说 她画了一本漫画 你知道吗 知道啊 我姐姐她一直想出版漫画 但是一直出版不了 所以她总会胡思乱想 可是我记得 你以前也很喜欢漫画 不是吗 是啊 你长大了嘛 人都是会变的 又来 这 一顿早饭而已 至于吃这么多东西吗 她也会这么寻 她家厨房也太大了 比我家都大 浪费 不喜欢吃饭 不代表用着厨房啊 万一哪天我派上用场了怎么办 比如说现在 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觉得你 吃顿早饭用这么多食材 太浪费了 不是 这个随你 我只需要在我上班之前 吃到一顿满意的早餐就行了 其他都够 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 还有 这蛋炒饭 不太少了吧 根本不够我吃的 下次你多做一下 谁知道你只吃蛋炒饭呀 你这么多料你不多吃点 你只吃蛋炒饭 让你做你就做 你还得吃完呢 嗯 真是不错 你不是尝上去吃吗 要是香菇 谢谢